字幕提供 除了蕭嘉伊之外 文星最近也有些很特別的事情 處理了嗎? 是的 挺有趣 不可以說是有趣 對我來說是恐怖的 在東南亞我幫了一個部門 即是某個國家 幫了一個部門去看個案 那個人是我的朋友 直到他去了那個地方 他開始給我看了一張照片 那張照片是蒙茶茶的 只看到有一個人吊在屋裡 只是吊頸 死了 他給我問我看了什麼 我就說這個是兇手 他殺了兩個人 然後那個人馬上打電話去警察 找他幫忙的那個警察 他問這件事 他說是 這個是兇手 殺了兩個父女 你先看出那個是兇手 還原來是殺了兩個人 為什麼呢? 看到有兩個靈體 因為兇手去殺人 再自殺那些 他的顏色是很特別的 一定是灰紫色的 我自己看的那些是灰紫色的 即是兇手 然後又自殺的 要是這樣就變成這樣 是 這麼有趣 但我看到那兩個靈體 就是 是塗紅色的 塗紅色 很有趣 我朋友問我 他說 這兩個人殺了不久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能量呢? 我就說 這兩個人未必是他殺那兩個人 這兩個人的家族 靈體去幫助他們 我明白 即是看你的祖先 這樣才會導致他有這麼大的能量 即是等於以前的人 被內功的那些 被一百多年 那些 我覺得會是這樣 因為 當時我看到 有兩個靈體 顏色是很 很紅 即是說他們很憤怒 或者他的力量 才會出現一個 所謂塗紅色 是的 還有他旁邊是有些 那張照片的旁邊是有些 其他 蒙蒙茶茶的能量 或者是氣體 是的 所以我才可以猜測這件事 OK 猜測完之後 接著他們問 可不可以去查整件事 因為兇手死了 可不可以發生什麼事 我就跟他說 我沒有搞 其實他們不是想查的 他們想查 為什麼兇手要殺他們 但是他叫我幫忙的時候 然後我就拒絕了 因為始終這些命案 我們走過去做駕駛 第一對我們一定不好 第二就是 我不知道他的背景是什麼 是嗎 當真是查得到 幸好大家都破到案 那就最好了 查不到 就好 但是起碼你至少都告訴他 原來這個人 他背後有兩個靈體 讓他們自己從其他方向去處理 是嗎 其實那邊警察也知道 是真的殺了兩個人 是的 但是他想 因為始終兇手自殺死了 他想知道兇手是被人殺 還是被靈界騷擾 不是 也不是 他們是想看看 為什麼兇手要殺那兩個人 這樣就很難 我這些人去了柯南 不是我們那一塊 因為他也死了 也不知道 他們想叫我幫忙嘗試 看看可否有什麼蛛絲馬跡 或者看到可以帶領我們去找那些東西 可能要問米的 可能要問米的 可能 如果他肯說 或者請了 他肯說的話 當然要找問米 我也不知道什麼 但是問題是 他看看可否可以 靠我可以看到 他又帶領我們去找到一些東西 但是我就拒絕了 因為始終 你不知道對方殺了兩個人的背景是什麼 第二就是 這些命案 等個天來 我們不是執法者 所以我就拒絕了他 但是你多肯定相信 就是那兩個靈體 令到他吊頸死的 我覺得是的 我覺得是的 因為那張照片 其實他們說 原本是找不到這個兇手的 然後他就去找我的朋友 起掛 然後起掛 就找到一個方向 沿著這個方向去找 怎樣去到 找到大約不夠半人 就去到 有幾間房屋是荒廢的 就在那間荒廢屋的 第一間吊頸 這樣找到屍體嗎 找到屍體的 其實多不多人找你去做這些事情 你好像秘密警察 不是 是剛好有朋友 他們的親民職友 是在做這一行 找到我朋友 我朋友 有時候需要我幫忙的時候 他就會叫我 看看我能不能去 就去幫忙 但是其實西哥各地 我聽說 是真的 不同類型的執法部門 如果他們真的找不到一些線索 都會向這個方面去做 是鬼線人都是這樣 他們想到沒得想 他們什麼方法都會試 就算包括香港也是 聽說 香港也是 你說在外國那些 其實他們都會找些靈媒 但是會很間接地去找 這個我就知道 那你是否其中一員 我當然不是 我當然不是 你純粹玩一下 不是玩的 他叫我幫忙 又不知道他幫什麼 就過去找他 因為都是好朋友 OK 這些可能是天望灰灰的 對 最後 你以為不知道 最後不知道為什麼 又會被一個人 看到某些事情的時候 就 有些蛛絲馬跡 可以解救整件事 因為可能死者 最後都 因為他死不瞑目 他都要找人去幫他 去申冤 或者是這樣 是嗎 是呀 可以這麼說 其實有時候 殺人那個 未必真的 想做他 可能錯過手 或者受一些事情的影響 我會覺得是這樣 因為你要一個人去殺一個人 很大勇氣 等於叫你自殺跳樓 大不大勇氣 都是的 不過 不要說這些 但反而是你這樣 講一些照片 剛剛在《農曆七月》 有些記者朋友問我 可不可以開倉 他叫我開倉 拿十張照片出來 我以為特價 是啊 不是特價 沒有特價 鬼字更貴 他叫我開倉 可不可以拿十張八張照片出來 給讀者看 我認為真的挺難以解釋 或者挺有代表性的鬼想 好 這些基本上大家都看過 但是我還未真正找阿文師兄 用他的靈界專業的角度 專業 當然是專業 你是不是 有關方面也找到你去做這件事 當然是專業 我們今晚就會抽十張照片出來 好嗎 這樣就看看 究竟覺得阿文師兄你認為 一看下去 我都認為挺堅實 或者也無法解釋 其實在你的角度 不是 假的 其實不是 我們今晚不同時段裏面 分佈一些最大家認知 或者看過的照片 好 先來看看幾張 好嗎 好 剛剛沒多久 這張 這個背景是什麼 先說了一點 就是有一位聽眾的朋友 由於當時知道深水埗發生了一些騷亂 他的弟弟住在深水埗 於是他在上課的途中 有一部手機看著直播 另一部手機 就跟我的弟弟WhatsApp 說快點回家了 你深水埗出事 於是他就拍下手機拍手機 拍下了一張照片 他的位置就是在課室裡面 上課的 手機對手機拍給他看 然後就拍到這張照片 出現了兩個好像挺恐怖的人影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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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反光 不知道反了什麼 這是反光 肯定反光 因為他沒有顏色 沒有顏色 現在我們看到這樣 就是一個圖畫 但如果我要看那樣東西 我就會看他有沒有顏色 一定有顏色就是靈體 是 但是靈體是說什麼白色 或者是沒有顏色的 可以是 理論上是 但這張照片是沒有這件事 完全沒有這個感覺 對 沒有這件事 大家知道 沒有的 不過 我有點內幕 關於這張照片 真正現場的背景 其實我有點內幕消息 不過我看看什麼情況才說 現在不太方便 內幕就是拔了一張紅旗 不是 是真的有些事情 聽說 是嗎 我有點內幕 有人給我一些資料 我適當的時候才再跟大家說 好了不是的 不是 好 這張不是 我覺得不是 好 這張呢 怎麼 不要這麼快 你讓我說 還有朋友 在港鐵互相之間 因為是親戚來的 拍著對方 但為什麼在後面多了一位婆婆出現的呢 不是 反港 我覺得這個挺像的 一定不是 那個是人來的 是人來的 有一個這樣的婆婆坐在那裡 那裡沒有人 她還有聲稱沒有人 好 不是 兩個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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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 等一下 我已經沒有了 這張照片 好 再來 這張是 是嗎 你已經看到有了 這張有 你告訴她是誰 咦 沒有了 看完了 最清楚的部分 那就停了 真的不好意思 這只是每晚恐怖在線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都想看完的話 就非常簡單 可以參與我們 月費計劃 可以上去 admonpoint.com bigbigair.com 裡面參與月費計劃 聲音是30元 視像是40元 如果加上用APP 就是50元 至於說我不想參加月費 想給Cons看哪集 就買哪集 都是可以的 就下載了 我們bigbigair的手機APP 你可以釋除專片 喜歡哪集就買Cons看 所以希望你快點成為我的付費會員 你會看得最多最恐怖的個案